基泰大直建案出包 导致林宅严重塌陷 引发关注 而同一个建商在内湖区的建案 也爆出疑似因为施工导致下陷 位在台北市内湖区的基泰壁湖 周边有住户反应 人行道挤压变形 棋楼跟建筑物明显下陷 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受灾户 让住户心急如焚 希望相关单位可以赶紧帮帮忙 新人来来往往 不过低头仔细看 人行道与棋楼落差也太大 棋楼与建筑物明显下陷 而且还不止这一侧 家门口一片小斜坡 放个水瓶马上往下滚 台北市内湖区金船 有建筑物疑似镇慢慢下沉 而且又是临近基泰工地 民众担心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家就在内湖区基泰壁湖建地旁 人行道被挤到变形 高地有落差 拿出对比图一看 过去平坦的人行道 正是施工一年多 却变成这副模样 骑楼往下凹陷 建筑周围一圈 也几乎都出现小斜坡 虽然先前建商多次 铺博有想垫高下陷部分 不过一捕再捕 还是徒劳无功 博由脱落只会看到更深缺口 而住户心急如焚 不禁要问自己的家 到底有没有问题 不只住家周边的人行道被挤压变形 就连外长瓷砖修缮也越来越频繁 住户怀疑这根基泰工程脱不了关系 就怕自己成了下一个受宅户 基泰北市建案全面被勒令停工 但周边住户的权益谁来顾 相关单位恐怕要加紧脚步 处理眼前这道公安难题 记得潘文玉帮忙忘家 台北报道